那么现在光照射了 这个有速度的光却没有重量 没有重量却在物质界里面显现 在物质界显现里面又不知道是不是物质 所以光的理论到了20世纪 又透过爱因斯坦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 如果这个星球大到一个地步 有万有引力的潜在在里面 越大的物质就有越大的引力在里面 那么光从这里过的时候 光一定走这线的 但奇怪的光经过很大的物质 它会弯 整个光的路线弯 所以这个相对论就起到光的线 射线不是直的 光可以弯的 因为引力可以弯 那它既然本身不是物质 如果它不是物质 怎么会受物质的东西 引力要变成弯呢 那奇怪了 光又在时间里面 又在空间里面 那么光是什么呢 爱因斯坦说时间 是四度空间 那个韩国的赵永基 写一本书叫四度空间 什么都不懂乱写一场 我在华盛顿归正学院 有一个修程 从耶路大学波士班来上课 他说唐牧师 我告诉你 现在物理学已经研究到 不是四度空间 第七十六度空间 我吓了一跳 我们对神主造的世界 到底懂多少 我们以为我们懂多少 我们对圣经懂多少 越研究越不懂 越多学问 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懂多少 有一个人说 我盼望唐牧师做一个 讲道给越有修文的人听 越佩服的人 不要讲给那些 没有读书的人 很佩服的人 你明白的意思吗 你讲道有些 哇很佩服很佩服 没有读书的人都很佩服你 那你就是没有读书的人 说佩服的人 就是 你讲道那些 最有修文的人 就感到你讲的东西 还使他佩服 他才看见 神实在是伟大 我们的神是超然的神 这个光呢 到了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 已经两个并在一起了 光是particle 是一个小小的微粒 光又是vibration 光又是那个整波 所以它是一个wave 它又是particle 所以光很可能是物质 那么如果光是物质 你怎么为它定它元素中间 到底是什么呢 当你定这个是 为什么我的杯生锈了 你的还这么亮 我说你的杯是平常的 铁做的 那你的呢 我的是捏做的 你说铁和捏 什么不同 就一个用T一个用N就是了 不是的 铁是Ion 捏是nickel 那nickel的本质 就是不能氧化 所以它是不可能 这个生锈的 那你说 但是呢 nickel会有点变质 某一种程度的氧化石油 好 我说我这个手表是不锈钢做的 你说钢是把铁加热 热到一个地步 它硬度增加 就变成钢 但是物质里面它还是Ion Steel 变成Steel 里面的成分是Ion 那么你就是什么 就是Stainless Steel 什么叫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 不锈钢是什么 是钢加上一种变的化学元素 变成一个不能氧化的东西 Alloy 那这个原来不是发明的 就是偶然臭脚堆在一起 结果 才发现 怎么放在那边很久 都不生锈 原来可以这样 不生锈 后来变成工业上的大方 你说这个奇怪 如果这个是铁 那一公斤是7.9kg 一个一公升是7.9公斤 如果是铜 是8.7公斤 如果这个一公升 是公分层 次公分 如果里面是水 刚好一公斤 如果是汽油 放在你汽车里面 0.6 如果是你化生油 可能0.7 但如果你这个 一个远远的 一公升的罐子 装的是黄金 变成16.9 哎哟 那么黄金很重 我说还不够重 Platinum更重 Platinum以后 还有别的东西更重 所以你现在对神 造的物质 慢慢慢慢发出来 原来不同的重量 不同的本质 不同样 绝对没有两样一样样 神不要跟你开玩笑 所以你做假戒指 是真经不是真经 不是看多量 看多重 神就有一些东西 可以把你寻之以法 他的反观度也不一样 这样光就被看出 是一种可能是物质的东西 这是二十世纪 对光的研究到 这个地步的时候 那你知道光 有这个微波 在里面射得 快得不得了 但是呢 这微利比是相撞前进的 那个速度 是三四万公里 一个秒钟 那么用这个字来描写 耶稣就是上帝的光 所以你怎么认识耶稣 耶稣就是那个 我一个人 有一个是我对 我一个学生的爸爸传道 我要介绍耶稣给 啊 你不免说 亚索我才套 整岁和我才套 那个说没结婚的生意 那个叫亚索 乱讲一场 他说 你能没有结婚生孩子 生一个耶稣 你还要对我传耶稣 我懂了 我研究也不懂 他只懂了那一句 就是听着一个女人 不结婚的生意 有一个叫做耶稣 那就是那个 你要传那个 我知道了 他说 你真的知道吗 你真的知道吗 今天我们能听到这样 你就看见外面的人 不认识主的人 很可怜 对不对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资格 上帝给我们听神的道 听得这么多 他们这么深 这么准求 这么完美 这么好 让有一些人从来不听见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传福音 我们就在乎了 我们要叫别人 以我们同德福音的好处